小伙子 三国战绩 赤壁的熊熊烈火 粉碎了曹操霸业 位属三国争霸 从此揭开虚 呀 诸葛亮为什么一出山的时候也压呢 怪怪的啊 诸葛亮也压 诸葛亮一个文匠应该是货 货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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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权的套路招式灵活这种感觉啊 当然咱们先不扯 呃 这个 这回玩的啊 是传说中的天望难度 大会看的很清楚 来自于咱们兄弟盟盟主表演的一个 三国战绩这个逐鹿中原 也就是风云啊 这个天望难度啊 也就是所谓的最高难度的 一命通关 尽血啊 兄弟们啊 尽血尽血杀 然后还得吃 这个四个剑啊 传说中的四剑 这个咱们其实在2012版本当中 还有一个玩法叫八星八剑啊 就是八八个剑都在身上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八剑的玩法 当然咱们这个没办法 咱们毕竟是风云版啊 这个呃 泪风云版 所以说就是大概这个情况 那么尽血啊 不对 听明白了 不对 我再打一下 根本不是尽血啊 无伤啊 兄弟 我好像进错动画片了 我就说嘛 尽血的话 诸葛亮也就那么回事啊 简简单单的啊 人家兄弟蒙蒙主打的是无伤 我给整成尽血了 是不是有点不要个鼻脸 啊 兄弟们 无伤 进AB啊 我说为啥进AB呢 因为他无伤啊 兄弟们 对不对 无伤的话 你要用AB的话 是没受伤 但是费血了 所以说连费血都不让钱 就不允许费血 啊 就是赖 怎么说 啊 是蒙是蒙 哎 来看看 现在 呃 第一关 啊 无伤这种东西吧 在小狼面前嘛 感觉就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无伤的这个视频啊 他最难解说在于哪呢 很多人老说 小狼儿 你这是不是踏死了 你这是不是挂 啥的啊 就开始了 你这游戏也太简单了 这游戏啊 这游戏老简单了啊 这不挨揍 你看 随着边边玩的 一下子不挨打 这个 哎呀 真好简单 当你玩的时候 你发现你自己跟一条大狼狗一样啊 没什么区别 好的 放了一个神仙B 然后给他定住了 好的 一个神仙B 天下兵都兵不死的 好了 这个玩法其实跟我有一次挑战 停下 我有一次挑战三国战机 119 诸葛亮无伤通关啊 当时我挑战那个视频 用了12次不11次 反正是不少于10次 非常屌 但是这个无伤 全程无伤 真的是 no shot of done 反正连招什么的 不用管 主要就是干 对吧 成天火车站 说是干了三年小姐 还陪着齐吧 很多人说 小狼 你这句话从小 我从小看你解说 我就听你说这个 这磕到底是啥意思 这个 这个干了三年小姐吧 他这个梗吧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这个 这个三年 这个小姐是 你是当了三年 还是说 对吧 我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 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就好了 大概是这个情况 好了 看看第二关 这个速度非常快 因为咱们虽然说是打的无伤 但是这个无伤 它有个好处 这个无伤 就是可以放宝 速度就是快 反正就挑最好打的地方 你越难打的地方 咱们就越没有这个必要 这不是开了挂 就是踏死 我估计这个香蕉 他估计是在开玩笑 他就跟我说的那个意思 就是顺着我的口风说 其实他没这个意思 他没这个意思 当然我在这里 我跟你们说一下 最有意思的是哪 就是好比就是我解说 我解说 这是我发生在我现实生活中朋友 我承认我小的时候 我这个朋友玩九七玩挺好 在我那当初 当初在我们那吧 我个人觉得 我们那个小镇有五万人口 那时候人口还算不少 五万人 一个小镇 城市 就我们小镇 镇中有五万居住人口 然后呢 有那么多小学 那么多初中 还有一个高中 反正是加上社会小心眼 我认为我那个朋友 能排在我们那个地方前二十 但是现在他是懒闲子 然后呢 他就看 他就知道我解说呀 那是2012年嘛 他知道我解说 刚才看我解说 他说你这个游戏 你解说这个游戏 太简单了 我看 当时正好是解说 那个灰灰跟老K 这个那解说灰灰跟老K呢 然后吧 他就 他就说 他说 你解说的 这俩人玩的 我呢 我看呢 我就尴尬 就犯了 我说咋的呢 这俩人玩的 微微缩缩的 就一顿跳腿 一顿跳重腿 什么重手 然后 你看他跳起来 他都不敢发必杀 你这种情况下肯定 因为他不知道裸杀嘛 对吧 他不知道裸杀 而且有很多安全压制 你裸杀也不好使 咱就说这个意思啊 当然也不带裸杀的 还有啥呢 他说 我要上去跟他们玩 我肯定咔咔一顿勾腿 我说什么勾腿 他说就是百合哲呀 我说 我说你倒是这样 你想 对吧 你长得丑 但你想得美啊 卧槽 对吧 他就说 你一顿勾腿都不会啊 后来呢 我就把那个 当时我就 我就找了一个血光强兽啊 这个应该说 在当时是一线能力 实话实说啊 这个血光强兽 当时是一线能力 你什么小臭臭啊 黄印啥的 打不过他啊 但是呢 他现在不玩了 他已经不玩好几年了啊 这个就跟他也 我跟他也 也交流过一段时间 他说他 我以后打得过 挥挥我就不玩了 事实就没打得过啊 这个确实是 平静了 反正呢 他当时是准一线 现在的 如果以他的水平 到现在的话 肯定就是二线中了啊 那就是二线顶 都算不上了 因为他没进步嘛 对吧 那当时我找他 跟我这朋友玩 我说 因为我自己知道 他们互相的实力啊 我就说 我说那啥 我说那个 我说你 你来 你跟他打 他说你怎么打 我说你就往死打 啊 然后 故事的结局就懂了 他说 你找这人挺厉害的 你找 你找这人 跟你那天解说 那个怎么比 我说我找这个人啊 就是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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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零 他的人 被灰灰 十比零 就是 而且都是毫无悬念的 他说 是吗 然后我心里就有底了 我就跟他玩 我发现他就 他啥招都练不出来啊 就一直能防 只能防 就这个意思啊 当然咱们看看 还是要讲讲游戏 这个 在三国里面 老讲一些 这都没啥意思啊 不过呢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打无伤 咱们也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问题在于呢 有很多难点的地方 你看 像有一些地方呢 你看他宁愿用这些小宝啊 把这个 把这个小兵先给个描死 他不允许出现任何的意外 玩这游戏 你技术再好 你也有意外 是不是 平时别的玩法里面 有补血的 就无所谓了 这种无伤的玩法 跟血没有关系 挨揍你 哎呦刚 你看 那个小兵刚才啊 剑刺的 看看一眼 好了 掉血了 是因为升到五级才掉的血 好了 刚才感谢我们的 刘涛哥赠送的办卡 才看见啊 这个办卡看不见 也是多多少少 有点狗 97有什么发展史 97就没有发展 97我说句实话 全是被咱们这些 就是喜欢97的忠诚玩家 就是他是情怀 我告诉你就是情怀 真正说格斗游戏啊 就没有说能做到97价的 但是呢 这个做成做到97这么垃圾 我告诉你他真的很垃圾 因为垃圾在很多国际上的人不认可他 可是呢 我又觉得他 他就是经典了 对吧 他尽管他有那么多伴子 但是呢 就因为喜欢这个游戏 就因为太洗脑了 从小就玩这个游戏 我们宁愿 对吧 手动列一些规则啊 不允许裸杀 不允许无限连 不允许那个 不允许孵空 不允许飞天 不允许啊 对吧 什么都给尽了 但是呢 对吧 所以说才有今天的繁荣 97的发展史 其实 无非就是大伙啊 就是对这个游戏有执念 所以说 喜欢 对吧 有人喜欢就有人玩 有人玩就猛 对吧 你玩的再好 你 比如说你像有很多游戏 你玩的再好 玩的好 他 他没有 没有 没有人玩了 对吧 你 你自己一个人 你也就那么回事了 对不对 是吧 其实刚引进 那个 刚引进的时候 你说街霸 你说是最火的啊 那都老走了 街霸二 是四大天王 但是为啥 现在玩的人 也不算太多 有人玩啊 其实不能说没有人玩 不算太多呢 就是因为这个街霸 这个还是出生的时代啊 不是 不是很应景 不是很应景 而且有点难 街霸有点难 我告诉你 街霸比97上手要难得多 你要如果说飞点 说哈 哈多根 那个就不叫上手 那就是正常 咱们小的时候正常玩 那跟上手没关系 我告诉你 97不是少了老K 就少了一半精彩 97少了老K 觉得现在少了一半精彩 是因为你们觉得老K 这个对吧 这个有老K在 对吧 这个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你要不然就是啥呢 把老K叫回来 咱这97还能 对吧 还能再整个 对吧 解说个这么一两个月 然后也就那么回事的 那挺无聊的 我告诉你真事 我实话实说 但是呢 你还有一种方法 你就把灰灰 从这个 从这个宇宙上 就灭霸打一个响枕 啪一下灰灰没了 这游戏又开始好玩起来了 对吧 总体来讲就是啊 就不能让一家族大 你灰灰 就太 你如果说没有人 能遏制住灰灰了 那这个游戏就废了 对吧 你这个事就是这样子的啊 你说好不容易有个合驰吧 那个破心态啊 合驰的心态 感觉有点心态软啊 我操 那是 真事啊 来看看 单条K白鸳 卡兵 单条K白鸳的玩法啊 我记住了 半卡看不见 只能送飞机了 这个 我涛老板 开始拿飞机喝我 哎呀 真事啊 我这人啥都要 就是不要脸 嗯 我看你其实他俩 你说没得打 你分他打多少钱呢 所谓便便打个 三百五百 一千两千的 无所谓 你打 你打一万的试试 你打十万的试试 真事啊 我倒不是说 灰灰的技术 那样啊 不是打的多了 灰灰就不放水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抢的越多 和驰这个心 他越心里越凸 你知道吧 他就 内心非常的凸凸 你知道吗 他 他要是 他要是不 哎 不打钱呢 说白了 他俩真的 差不多 心无旁骛 你知道吗 你要打十万块钱 那我估计真事 那和驰玩一局 那手心手背全是汗的 真事 那心跳平时可能 可能 可能对吧 每秒钟跳九十 跳八十 对吧 不是 每分钟 每秒钟就飞了啊 每分钟他九十 跳八十 你可能如果 如果要是说 对吧 抢十万的 对吧 抢一百万的 独命的 那何时都不玩了 不敢玩了 真的 真事 你相信我不敢玩了啊 这个事不是黑他啊 我就说这个意思 就是我形容他这个心态 你知道吗 我们肉杉 肉杉 偷摸坠卡啊 三万确实 三万和驰 确实霸了 三万是没着了 原本还以为小鸭啊 什么广州小孩能遏制一下 后来发现白扯啊 小鸭其实吧 也不是打不过和驰了 主要他不玩了 你知道吗 他玩的少 但是就这个比较 前两天 他不还赢了灰灰一次吗 组对赛 他十个币打灰灰九个币 但是最终呢 他是以九 对吧 他最终呢 他是 反正他是多赢一个 所以说他还是赢 他就是平打 他也是能多赢一个 按照这个数量来算 但是呢 如果再给灰灰一个机会的话 也不一定啊 当然这个 甭敢怎么说吧 好 来看看现在这边老虎 咱们走第三关 看他走哪个路线啊 反正咱们主要 还得拿四件的这个玩法 这个四件啊 实话实说啊 这个在正版里面啊 一个人是无法拿四件的 就封印在起 就正版 就最原版的封印在起啊 是没法拿四件 一个人啊 就单人 啊 然后一一九版本呢 就无论你多少人 你都是拿不了四件的 除非啊 当然除非呢 你玩改版 但是有很多改版 号称是改版 他也是 可能他为了 这个吧 弥补这个 这个游戏当中的不足吧 有很多改版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号称一一九原版 写条都是黄色的啊 很多人的黄色以为是一一五 或者一一七 但是那个一一九的原版 他确实跟一一九一模一样 除了可以单人拿火箭 就你单人自己都可以进火箭屋 那个确实赖 每天一张小半卡 谁与争锋 小孩三问很厉害 那你这个你说他不打了 不打了就不厉害 真事 而且他不是说不打了不厉害 他就 因为他偶尔上来玩啊 有很多 第一三问也需要运气 当然啊 当然那你你随便给你个人 你都能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这也是另外一个 但是我告诉你 那你给其他人随随便便一个 这么八神千赫 龙二什么 这些牛逼人 那其他人能用的好 广东小孩就不行了 你这个你不玩了吧 就确实是弱了 这这这 这个不用 咱不用说黑啊 那天跟何池打 好像就被剃头了快 差点被剃头了 但是呢 你要别的游戏 你要是说让何池跟他打 也白扯啊 九七进八珠门 喝哪几个人是吗 对吧 你把我告诉你 八八 你这个 首先八神就不用说了 你能不能不要说九七了 不说了啊 是我是我带的坑 好的 我们现在不说九七 我们说三国 说这三国时期啊 有一个人叫曹操 那么这个曹操他最喜欢吃什么嘞 你们知道曹操最喜欢吃什么吗 你们一定不知道吧 你们自称自己 三国演绎 三国志 我都喜欢看 对吧 这个曹操喜欢吃什么 不知道吧 好多人都不知道 曹子高不是 曹子高是他孙子吧 曹子高 曹子高是蛋糕 饺子 吃奶 吃鸡 瘦腹 豆腐脑 鹿肉 鸡 你看 说鹿肉的啊 兜兜说说有点文艺气息 我告诉你曹操最喜欢吃什么 我告诉你 红豆 大红豆 芋头 叉叉叉叉叉叉叉 你 红豆 哎 最喜欢吃红豆芋头 知道吧 你就 你你你你 你学会的都是自己的 兄弟们 一盒酥 好 那曹操最喜欢吃什么 你们知道 哎 你们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吃什么吗 你们猜一猜 诸葛亮最喜欢 这个咱们不开玩笑啊 这个咱们不开玩笑 咱们实啊实的 就诸葛亮真的最喜欢吃什么 很朴实的一样东西啊 其实也挺奢侈的 你们猜 应该能猜到啊 就是日常咱们都日常都吃 知道吧 那馒头不是 馒头是诸葛亮发明的 当时诸葛亮发明的时候叫馒头 但是其实是包子 来看看 鱼律 拼 好 一剑 不是诸葛烤鱼 我发现你们 你们过分了啊 你们 你们就确实是过分了 那他诸葛烤鱼都上来了啊 我告诉你 他最喜欢吃什么 你们学会了啊 他最喜欢吃鸡蛋 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蛋啊 我都告诉你们了 很朴实的一件东西啊 你们非点那个啥啊 但是呢 我就给大伙猜一个小名语 猜个小名语 这个鸡蛋 打一个三国时期的一个人物 来怎么说 鸡蛋啊 打一个三国时期的人物 感谢我们的天津 F91 他长得跟我挺像的那小伙子 赠送的这卡 有人知道 有人猜出来了 真猜出来了 确实是 确实是黄中 蔡徐坤是啥 确实是黄中 对对对 就问你 你嘴里长了个蚊子 啊 你嘴里有个蚊子 猜一个三国里面一个人物 好不好啊 好 来看看 现在 11级诸葛亮 一个多 好的 可以看到 走这个路线打操张 我这打双帽子有点难的啊 打双帽子真的有点难的 嗯 哎呦我去 那个小车差点扎到咱们 好了 确实是啊 确实是张飞啊 确实是张飞 哇 三千万 张飞 这个猜名字是好啊 领导发话 就连 哎 他们不可牛逼了 说可以打11连什么的吗 怎么不打呢 再来要 领导发话 关羽 呵呵呵呵呵呵呵 好了看看 这个打血不多呀 真的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打血跟脑痒似的啊 这要是什么张飞啊 什么呢 早就疼得要死了都 哇哇哇 好了 看看 神仙笔肯定是要吃 然后炸花肯定是要吃啊 一套招就打死了 你们看往后看啊 你们猜个三个人物 小狼 小狼来猜一个三个人物 那还用猜 啊 那还用猜 明显就是小囊 左 左 左 好了,看看 这个里面应该按照正常来讲 里面有一个大腿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太清单精 是吧 这个女的只要兵剑捅一下就死 这女的怕兵 这女的怕兵,男的怕火 这boss怕输了 还有果 反正都大概上是这个意思 你说这些女的长得漂漂亮亮的 干啥呀给这儿养个蝎子 就一看就是说那是啥 肯定又是那种什么黑苗族的 拜月教的 是不是 养蝎子 蝎子可以召唤出来 好 把这个豹子引醒了 五毒教 呵呵呵 五毒教教主 合铁手 好了,火牛阵 不是,我想问一下 真实历史当中有那个什么四川的那什么唐门吗 有那个什么唐门的吗 不太清楚啊 就是唐门的那个暗器 什么毒气 什么的 好了 我们的ZG1985 0206 赠送了100个小星月 这个真是 不得不说 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还是 老板辛苦了 97电脑通关视频 什么类似阿尔法狗的 不是 这几个 这几个 对吧 这几个熊 活熊取胆吗 赶紧 你就说活熊取胆 然后泡酒 你们觉得 有意思吗 你们觉得 一个洞 来看看 这个牛 说句实话 这个牛真的拿出来 要是说真的去做那个牛肉 肯定好吃 小炒黄牛肉 我一看这个牛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来了 给这牛身上 披一个红色的布 我老想起那个三毛 从军纪 你们那个三毛 为了冲 那个敌人的 那个赶死队 那个敌阵 给牛身上 绑着鞭炮 然后绑着炸弹 然后 结果牛冲上去了 日本兵 吃牛肉 来看看 好 坐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好嘞 鱼裂 好了 刚才还有人说 小蓝 那个火箭在哪呢 这个 火箭在这呢 这就是我说的火箭 擦枣巾 再见 这就是火箭 沙摩壳身上的火箭 这个 对 我就说 就比如说 我就理解不了一个事 就是说 比如说 你像那个 咱们说这个 说什么残忍啥的 也有这种 说说 你关键是 我就不知道 就比如说 你像这个爱护动物啥的 那你说有的时候吧 比如说 咱比如说 是爱护这个小狗 我不得不承认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但是为什么有人 骂人的时候 还要说成狗 狗逼 狗懒子啥的 这个咱就不说了 这个咱就不支撑了 就是这个狗 有的时候吧 对吧 它确实是 有的时候它补身子 大补 关键时刻能救命 你比如说 你像那个 咱们看那个 咱们看那个 少林寺里边 对吧 李连杰就吃狗肉 对吧 然后那个啥 我个人觉得呢 反正是 倒也 哇 老疼了 兄弟们 然后再有 是啥呢 这个 这狗吧 就惨 但是呢 牛羊啥的 你小鸡小猪啥的 你吃就没事 对吧 你压呀压 送半卡 还没有到你压呀压呢 对吧 一会儿你压呀的 咱再说 下蹲 哎 前前锁 直接锁死 一把电剑 兄弟们 这肯定点吃 哇 这铝布爆的东西 吃真好 这铝布 爆了一堆好东西 然后 小猪小牛啥的 就随便吃 不残忍 你看啊 狗身上有一个 对吧 咱们不管是生病了 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有个东西叫狗宝 大家会知道狗宝是啥吗 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动物身上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 比如说贝壳类的 比如说那个 对吧 扇贝啥的 里面有珍珠 对吧 那个荷棒 有珍珠 有珍珠 然后呢 牛呢 有牛黄 狗有狗宝 猪有猪杀 对吧 羊倒没有什么 顶天就是羊枪羊弹 那个就 那个就正常了 那就不是 啊 那个咱就不就说了 为啥呢 好了 看看 来 赶紧走 跳上来 这不跳上来 肯定是死老惨了 好像可以换剑了 你看这沙默克傻子 是在站在那儿不动 我真是服呢 一个暴戏 呼风换女儿 直接呼死 人身上有舍利 都说这玩意儿就是结石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吧 什么胆结石 什么的 胖光 胖光结石 疏尿管结石 什么的 好了 这个boss 真的真的很难打 这个boss很难打 所以说他选择用这个 野生衣 求稳 好 急 雷霆万军 我们看一下 飞轮 打中了 但是他还是要求稳 小箭头 漂亮 清清楚 可以的 马上到了大家伙非常喜欢的环节 我希望大家伙 没啥事多送给我点礼物 对吧 咱不要求说什么 宇宙飞蟬 超级火箭的 对吧 你哪怕你送个火箭呢 是不是 再不计你送个飞机也行 你再不计你送个半卡 你再再再不计 对吧 你送点赞呢 稳呢 什么怂啊 什么的 对吧 我这 大家会看我的手势 人盾 你在这儿直接放人盾书 我也是觉得你最冷 好了 这也烧死 没有火箭 有兵箭 有没有电箭 昨天我没开直播 然后我晚上就跟杨简 还有我们的那个 王者大神玩 一晚上啊 卡卡赢了 我那 我把 我把金牌辅助 MVP 你这 我一手小奶玩 我真是无敌 告诉你 就是弹走一尾文 无限奶 好的 进入金州城 不对 他应该是直接往右走 是直接可以进吧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设定 对 你们送点什么 弱鸡呀 幸运水晶了 稳了 坠了好几个卡 我不知道 没看着 这么回事 好了 这两个 还是有点危险 张灵剑 小飞轮 直接从右边走啊 然后直接就进入这个金州城了 他这个设定啊 非常的完美啊 那这样还绕过了许许许兄弟 有点难受 好的 看看 这个地方别扯了 我告诉你 其实最简单啊 诸葛亮还好点 其他人呢 跑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就是 你眼瞅着 他往上扎的时候 对吧 就把眼 他已经扎 他已经扎的时候 你就跑就行 正好啊 我发了两个半卡都没看见 好了 就没看着啊 这个感谢这个 瞧这B名是起的啊 你瞧这B名是起的 感谢 抱歉老板 这个还有很无名的一些小人士啊 懂管怎么说啊 尼阿亚是送上了啊 连续两个尼阿亚 再往后呢 还有还有高手 还有别的视频 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还有那个什么啊 还准备做那个 之前大伙看过那个 那个叫 叫什么来着 流行蝴蝶剑啊 这咱们不做原版的吗 原版的确实啊 挺皮的 然后这次呢 咱们做了一个 咱们做了一个这个改版呢 叫七夜听雪 不知道大伙听不听不听过 但是这个七夜听雪吧 有点难受啊 他就是怎么说呢 他是 游戏剧情挺长的啊 咱们咱们打完之后啊 可能是需要花这个 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说 在武侠时刻呢 咱们可能会 聊一聊武侠的这个 这个这个故事 因为在PK方面上啊 大家伙都是那么肉 咱们的主角呢 这个虽然说血很多 但是也不行揍 那游戏里面连招挺变态的啊 有时候你理解不了 好了可以看到 现在四剑了 四剑克 大魔王五个坠卡 帅气猪仔一张坠卡 感谢大王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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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蝴蝶剑 天涯明明高 来看看这个 呃 我们看一下啊 诸葛亮呢 他本身啊 是呃 浑身冒光了 这就意味着呢 他现在啊 打人的时候疼得要死 你们看这个伤害啊 好了 你看这一套伤害 你看这一套伤害 四剑啊 啊 没追上 八星八剑 四剑克 防 我擦 这赖了 你这 你在这居然用张领一剑 我脚 我脚着吧 有点浪费啊 我脚着有点浪费 不如直接拿 拿那个暴剑 直接全权捅死 一顿前线索 捅死就好了 我这武装曼卡 死老惨了 那泰斯的弟弟就泰斯 没事就活了 活了活了 必须的 来看看 普通剑 先手一个破 爆气 然后放太平清岭 我操 这 哇 我禁错动画片了吧 喂喂喂 呼风唤雨 我这也太疼了 我脚着吧 一个炸花 就是求稳 不想贴身 求稳 就是求稳 你看看刚刚 等他转 等他转 把贴 贴下冰 哎呀我 想想也是何苦来的啊 刚才你直接呼就完了吧 直接一个 呼巴 直接就结束了 干他扯那些有的没的啊 这个是真变态啊 四件效果 爆气 加这个 语书 一个语书 打的就剩一点血了 我真的是无敌了啊 我来 我电脑前两天坏了 一来就听着 呀呀呀 真舒服 那必须舒服啊 你全网 你找到解说三国战机的 哪有我这么会逼的 实话实说啊 这马上咱不睡不黑 由我解说的游戏 无论他多么的苦闹 在我面前都是干 就就拯救干的 这小柯给你唠的 皮片的啊 四件在手 天下我有 一会儿还有司马仪大哥 还有还有 还有那个 还有一些怕电的人啊 那怕电的你懂的啊 哎呦 我吐来了 我吐是不是 五一 五一四天乐 啊 我吐你跑广州去 跟人喝了点小酒 还喝了一六六四 加给你狂的 我都 我都喝不起 我只能喝点 对吧 我只能喝点 本地小啤酒 三块五一瓶的啊 真似的 四剑是哪四剑 周华剑 必服剑 正一剑 还有太鹅剑 看不看见 祝贺量帮我说了 啊 兔子回归 黑鸡满天后 哎 你看不看见 这个魏 魏兰格啊 是真是有点 不要给你一脸 就好了 他属于啥呢 就别人都送完了之后 他偷摸送一下 然后以此让我坠卡 以为我发不现 真事啊 感谢我魏兰格 这时候送卡 这个 瞬间让我感觉到啊 人间自有真情在 对吧 不给半卡 也也很帅 给了给了半卡 更帅 好不好啊 好不好 来 魏严要死 一会儿 这个地图啊 你们好像都看不看不懂 是不是啊 好多人都看不懂的 青岛啤酒 现在有一个10块钱的瓶装 你说那个是 你说那个瓶装10块的 那个青岛啤酒 最出名的 那个不就是 就是民间 民间啊 民间最出名的啤酒 不就是那个青岛 那个 那个 叫什么 红韵当头 那个铝罐 对吧 好啦 老埋也是借死啊 老埋也借死 好久不见想我了 那你魏兰哥还说啥呀 昨天休息一天啊 今天给大家会儿 逼了两句 到了课 我这次去这一趟 是这辈子做醋的一个决定 就没活着女儿 不如去河南 找兔心将 是吧 哼 兔子这个人 就是啊 真事啊 兔子这人 我太了解他了 真事 我了解他 就真的 就感觉他好像是我养的 是吧 真事啊 我喜欢喝青岛 雪花 我告诉你 无论什么啤酒啊 唇生我都喜欢 知道吧 血唇 清唇 这我都喜欢 我家楼底下有个打特价的 哈尔滨春生 都让我心里刺恼的 我还不想买 因为我知道他快过期了 所以说他才卖的那么便宜啊 两块五一瓶 原价都是八块钱 不六块钱 不七块钱 八块钱 你忘了啊 来看看现在 这个咱们啊 这个魏严怕电 对 然后清楚 你看这四点多疼啊 雷霆万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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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个必杀 这个雷霆万金 这个必杀啊 确实是有时候打不着人 太恶心了 好了 不坑酒 最后两个boss 独闻都说 你这两天上火上的娃娃吐血 你就是 我告诉你 你这个上火了 你在广州啊 对吧 你可能水土不服 知道吧 你去那吧 你点 多多少少的 你知道吗 嗯 你点 去去火 哈哈哈哈哈哈 你点 去去火 把火罐啥的啊 对吧 你点去找个小妹 给你整个抓龙鸡啥的 嗯 和时币有什么用 可以进密室门 可以抵抗火焰伤害 你们 你们有人知道抓龙鸡什么 听这个名字就怪怪的哦 抓龙鸡啊 这个名字好听啊 和时币 好了 看看 将军印干啥用的 你们一天天的明明自己知道还要问 服了啊 呃 文学 你们真事 兔子说话都听不懂 什么叫 一直以为企图写了都是文学作品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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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上给你企图写了你还是控制控制吧带着你的单反对吧 等你拿着工作室一起来赶紧就来吧 知道吧 我现在都开始讲故事了准备啊 这个 拿我这个手机先当录摄像机 先录录点小视频就啥的 还好我这手机是128G的啊 来看看 现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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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啊 这个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你爱的灿烂我 爱的懦弱 来你看这个呼呼唤语多疼啊 好 前前跑 前前 哎呦呦呦呦呦 很危险 太行单赶紧吧 刚才太危险了啊 说死就死了 啊 这是四剑啊 四剑的伤害 你就不用说了 那太僧的弟弟就要太赖 知道吧 工作室啥时候到位 工作室 反正多多少少一点 有点看钱 李郎这是攒了点钱啊 辛辛苦苦的 也不容易啊 这这 人家都说是血汗钱 我这就是熬夜钱啊 我这是啊 来来来啊 江军印有延迟效果 对可以延迟 买了江军印之后啊 平常你五分钟的手能干二十分钟 知道了就好 来看看曹操 现在还没有 你看通关了 还没有到二十几多口 你说啊 没有讲第二条命 给他直接给曹操变成了一只大魔 呃呃呃呃呃 取拨向天哥 白毛红绿水 啊 红掌破青哥啊 曹操 还得是普通剑啊 你看这普通剑这个伤害啊 鱼裂 你看这伤害 这伤害都是假的 好的 成了 哇 K 哦 好了 神仙定 感谢我们兄弟盟盟主啊 给大伙表演的三国战绩 逐渡中原原版天王难度 一命通关 传说中的无伤 牛逼还是四剑 当然四剑也确实赖了点啊 呃 这个伤害非常爆炸 牛逼